警車通過路口 看到一名可疑男子 圓警立刻開門 下車狂追 嫌犯拔足狂奔 三名圓警分工包抄 終於將他壓制在地 好不容易逮到嫌犯 三名圓警這時才想起 這趟出門不是要抓賊 而是要去參加 好人好事的頒獎典禮 卻為此意外缺席 對 後來現在有報告我們 報告那個警察局這樣 所以你們大概幾點去領獎 沒有 我們後來就沒有去 還原當時狀況 11號上午 三名圓警從圓林派出所出發 準備到彰化陷阱局 來接受表揚 但在經過大村鄉移出入口時 眼尖的圓警發現 一名落腮湖的騎士 非常的可疑 而且車牌還很眼熟 一查之下才發現 就是報案失竊的機車 三人沒有猶豫 抓人要緊 也是幫民眾有找到這樣 就是當昨天是失竊 然後今天是破案這樣 錯過表揚活動 圓警絲毫不覺得可惜 鏡中職守的態度 讓人敬佩 而雖然缺其好人好事表揚 但彰化陷阱局強調 會再頒發破案查跟獎金 圓警當機立斷 奮勇抓賊 不愧為人民保姆 就成熟完廉價金燈警全專化 摧縫不倒